chet 龙正士老师 您好 你好 我是山志能 很高兴 今天 headache 我们初生的时代 现在我读差不多 八十岁我们的逝赛 后来根本没有什么艺术学研 也没有人家的父母亲要希望你去做什么艺术家 所以不像现在嘛,我们当时在画艺术,在搞艺术,喜欢画画画 就是出于一种很自然之中,我们喜欢,我们去做 也没有背后有人叫你去做 就是你喜欢,有时候在我们那些朋友什么,他们有了白粉币 当时都很难,就从舌校拿回来,就在马路旁就在那边画画 就因为这样起,我们就看到当时很多种所谓说虎外奥多的appertizing 就请上那边尽量去找这样的工作来做 从那边走进去了,后来也有一些夜宵啊,另外一个政府也有开两间艺术学研 所以他们有一个体验,规模不大,但是他们有一个地方 他有买很多钉,外购买很多石膏箱什么来,就去那边参加这个画画咯 我知道你好像有最早的一幅画,你保留下来的是什么,1958年 57,58年,57年这张是这个,在马来西亚画的 不是这张是第一张,是这张有存起来的最久的一张 有一些好像老罗民生日当时还有小贩,1960年我没有画 那时候是想着觉得它美而已,还是想着我画把它保留下来 变成我自己的? 不是这个眼影啦,因为这种所谓叫做书描书写 我们当时已经有,中国已经有一些书来了 所以是不断的操练的,不断的精细的 那时候是最准要追求那种写实派是吗? 那写实派不是古典派,不一定要很细 就是你自身的这种感情的表入,这种感觉就划出来 你感觉什么就划出来,而不是说意味追求那种 它的像不像的问题,这个更难 我们新加坡我们肯定是画我们熟悉 我们是画了很多新加坡和牛车鼠 因为我们最近是一个小岛,我们就有画我们的 所以从那种知识应用到画我们这个环境所见 很熟悉的比方 所以算是南洋的风味 可以,也不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反正你一个艺术家,你喜欢他的你就去救 你看比如说这张,我就觉得非常漂亮 这个当然美女啊,然后画出一个蓝色 这个她怎么样,她是华人,但是她穿杀鱼 我就写了一首诗,其实就送给,算是送给这幅画的 回应这幅画的,我读给您听一下 那眼神,蓝掉如天涯之湖,水在飘荡间透露雨的声色 远方已经很久很久了,而咫尺就在她未起之唇里面 我不停地画笔像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这个,画到诗人的这个手里面 她又另外一种她的感觉写出来了 因为你的很有诗意,我才有这种其他 才,才要看画出事才有办法 对吧 比如说我觉得您很多写记录,姐我随便念一下 这个其实不可以练,这个要自己看,练出来不好意思 这个不成长 比如说你看这边写,2007年写于这个除夕晚 06年很快过去了,自己这个 看不出了 郑达农处老家70岁了,那时候大概70岁了 06年也是出国四次了,最多的日子在国外的 共达69天,就是你帮你做这种记录 你去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做画 对嘛,就是做画,你把他记录下来 看这个美术馆啊,什么这样 老师想请问一下,您有关这个在户外写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一种就是,在那边,当场,画书写 画完了以后呢,我们回到自己的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张呢,画成这个颜色的重做出来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回来画多大张都可以 只要有这张,里面你可以看到色、深、动 颜色,自知难难 动感,人物什么动感,动物什么都有 深感就是深色,深的感觉就是鼓动你 那种推动你创作的一个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的一些话稍微整理一下变成一段短短的文字 进入今天我们出来现场画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开笔 收笔 难 难 所以出来画要凶一点 要霸道一点 加一些称痴 加两扇窗户 才美 美 这是最高的追求 谢谢老师 好 水 救 好 中文字幕——YK